洗澡更衣这都是非常私密的事情 但是最近北京市海淀区有六名女青年报警了 说他们的房东啊在出租房那个浴室里头 装了一面双面镜子长期偷拍他们 这个什么叫双面镜子呢 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啊跟普通镜子是差不多的 但是从镜子的背面来看 那就是一块透明的玻璃啊 您瞧瞧这个这个就是那个暴露隐私的那个镜子 你要从正面来看呢 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树妆镜啊 大概有两米高五十厘米宽 但是你要转到那个镜子背面一看 他就正好是对着这个这个卫生间的淋浴啊 所以你在里头洗澡 他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 这真是太可怕了 就了解这个镜子后头的墙上有一个大洞 那个洞口啊挨了一挨着一个储藏间 那个储藏间只有房东才有钥匙把他打开 也就是说如果房东想要偷看 只要打开那个储藏间 他钻进去通过那个洞口 你在里头什么洗澡换衣服 他在旁边看了个一清二楚 而这面泄露隐私的镜子都已经存在有半年时间了 甚至还有女房客反映说看到房东那个微信聊天里头 还有人家女租客的裸照 你这这这这无耻到极一点啊 作为房东干出这样的事情 而更离谱的是这个房东啊 他还偷拍视频呢 有一个女租客说了 入住前房东专门给他那个卧室里头 还配备了电脑啊音箱啊 一开始他觉得这个条件还挺好啊 而这些设备呢就正对着他的床 后来他就发现不对了 这东西啊他就是用来偷拍的 搞一个摄像头 你在屋里干嘛都是全拍下来了 好家伙 租个房子不管是洗澡睡觉 相当于你全是在房东眼皮底下进行的 你就太没安全感了 据女房客反映说 这个房东出租房的时候还特别显明 只租给单身女青年 那这个这个是什么什么居心 这就很明显了 目前这个设施的房东已经被警方控制 所以女同胞们一定要注意了 在网上看到租房信息的时候 你租到一个房子 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一下 这个房间是不是安全 有没有隐藏的什么小探头啊 什么之类的 警方个人隐私的泄露 就想到这种房子 我说你是在房子 我说没有